纵观封建历史发展就会看出,在中国宗教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佛教一直都是中流砥柱一般的存在,虽然说佛教并不是从中国起源的,但是,自从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它的存在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通过一些统治者的带动,佛教就逐渐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最为重要的一种宗教类型。 在中国的各个地区都会有一些佛像和寺庙的出现,而这些佛教产物的存在也证明了在中国人的心中,佛教的重要地位,中国出现过这样一个奇怪的佛像,它曾消失了六百多年,而后又重现人间,可以说,这座佛像的存在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千古谜题,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这座神秘的大佛就是蒙山大佛,通过研究历史资料,我们会发现,蒙山大佛兴建于北七年间,当时,北七的文宣帝主张对开化寺进行了修建,而在修建好寺庙之后,蒙山大佛也应运而生了,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佛教事业的发展也使得全国各地都开始对佛像进行了修建。 作为北七年间的一个重要佛像,蒙山大佛在我国历史上也是有着很高的地位,而在隋朝人寿初年,为了对蒙山大佛进行保护,开化寺内也重新修建了新的佛阁,与此同时,开化寺正式更名为静明寺,然而,到了唐朝年间,唐高祖李渊在来到静明寺里佛后,却决定将此地的寺名重新改为开化寺。 在后来的日子中,唐朝的很多统治者都曾经来到过开化寺,并对蒙山大佛进行礼拜,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唐会昌寺年时,开化寺的佛阁就因唐武宗的灭佛行动而被废除,与此同时,蒙山大佛也从此失去了佛阁的保护。 在后来的日子中,后汉高祖刘芝远决定出资重建开化寺的佛阁,此时,蒙山大佛也得到了重新的修善,而在北宋纯化元年,开化寺中又新修建了一座释迦牟尼舍利塔,由此可见,蒙山大佛所经历的历史动荡是非常频繁的,而到了元朝末年时,随着开化寺的废除,蒙山大佛也在这世被毁,基于一些历史资料的记载可以发现,因元朝末年的战乱影响, 蒙山大佛的头也曾经掉了下来,而从此之后,蒙山大佛也成为了当地的一个悬崖,自从,这个经历了无数动荡的佛像,也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范围之内,在此之后,开化寺改名为了法华寺,此地的佛教也遭遇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破坏。 然而,就在1983年时,太原地区的一位工作人员王剑尼却突然发现了蒙山附近的奇特之处,原来,他发现蒙山附近有很多带有四字的地名,而这也就是佛教的一种象征与体现了。 与此同时,在蒙山之上,还有一个名叫大渡牙的悬崖。 当时,他认为大渡牙之所以会取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他与蒙山大佛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毕竟通过很多历史资料的记载,文会发现蒙山大佛是真实存在的。 然而,在很多考古专家来到蒙山地区时,却都没能找到蒙山大佛的踪迹,很多年间,这也成为了我国考古事业内的一大谜团。 毕竟,佛教内流传下来的历史资料应该是不会出现差错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许多人就都希望能够寻找到蒙山大佛的真正所在。 在此之后,当文物专家对蒙山大佛附近的山体进行考察后,他们也发现原来这里真的是消失多年的蒙山大佛其中的一部分,而在有关部门的努力之下,蒙山景区内的蒙山大佛也得到了重新的修建。 至此,这个存在了几百年的千古难题,也终于得到了破解。 原来,蒙山大佛并没有真实真正的消失于人间,而只是受到风化的影响,暂时隐蔽到了悬崖之中。 自此之后,蒙山大佛的真实面目也重新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在对蒙山大佛进行进一步的勘测之后,专家们也发现,原来蒙山大佛就是利用蒙山地区的悬崖峭壁开凿而成的,虽然说佛像的头部已经在历史的变迁中遗失,但是,通过人们对一些史实资料的分析,凭借着现如今的科学技术,我们也能够对这一佛像的佛头进行重建。 可以说,在生产力水平并不是很高的古代社会中,当时的人们能够修建出这样一个巨大的佛像也是非常艰难的,而从蒙山大佛的修建上就能够看出。 在封建社会体制之下,人们对于佛教是非常重视的,在此之后,太原地区的政府就决定对蒙山大佛进行完整的保护与修缮。 自1994年之后,蒙山大佛所在的地方就被开发成了专门的旅游区,而通过这一计划所获取的利润也都用于蒙山大佛的修缮活动中。 自2006年以后,蒙山大佛景区的定价也被初步确定,从此之后,凡是因蒙山大佛而获取的利润都回馈到了。 对于蒙山地区保护过程中,在旅游收入的支持之下,蒙山地区的荒山地质灾害隐患也被消除,通过对蒙山大佛的历史变革进行研究。 我们会发现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无论是百姓还是建筑,都会在时代的影响之下发生着一定的巨变。 对于蒙山大佛来说,虽然他是一个巨大的佛像,但是在面临战争时,他的安全也是很难得到保障的。 通过对蒙山大佛进行重建,我国有关专家对于佛教的历史文化研究也有了一定的突破,相信在未来的日子中。 蒙山大佛也会为我国佛教事业的发展贡献出更多的力量。 通过蒙山大佛的故事,我们能够感受到和平的重要性。 在和平年代中,蒙山大佛的价值与意义才能够得到真正体现,因此,在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我们也应该继续维持和平的发展态势。 这样一来,我国的文化事业发展水平也将有着大幅度的提升。 随唐时期,随着佛教进一步在中原大地香火鼎盛,蒙山大佛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刻,或者说是人生高光, 先是在隋朝初年,官方为了保护佛像,不再受风吹与打,在佛像外围修建了佛阁,紧接着唐高祖李渊,唐高宗李治,一代女皇武则天都亲临大佛脚下,以千金之躯礼佛。 然而俗话说,盛极而衰,历经唐朝前期,中期的辉煌之后的公元844年,唐武宗进行灭佛运动,为了起好带头作用, 曾被唐朝君主追捧的蒙山大佛,被列为了典型,坚定地要摧毁。 于是蒙山大佛佛阁完全被摧毁,好在佛像是石头做的,摧毁工程较大,负责摧毁的官员并没有死科,保住了完整的佛像。 多年后,后唐武皇帝的晋王李克用选择重修佛阁,后汉高祖刘之远,不久也出众资修善。 公元990年的北宋年间,当权者更是在佛像一旁给他找了一个伴侣,新修了二座高二丈的释迦牟尼设立塔。 至于佛像具体是在那个年代消失的,目前无从查证,不过因为当地限制有记载,元朝末年混战的时候,开化四倍整体毁废过,同时在此之后,不再有资料记载佛像的存在, 所以目前主流的观点都是支持四倍佛导,元末佛像消失于战火之后,再一次被人所提起,时间已经过了数个圈。 犯了多少个朝代,1983年,太原地名普查的工作人员王剑尼,在深究为什么有的地方叫大肚牙之时,惊讶地发现,这个牙有明显的人工开凿的痕迹,同时远看向佛, 于是将发现上报了相关部门,专业人员到场后,用专业仪器测量后得出结论,大肚牙是佛像的肚子,而大佛的头部已经遗失,同时测出露出胸部,高度为15.75米, 判断这应该是一座巨佛,随后通过限制、辅制等相关史料的刨根问底,这尊已无佛像模样的大佛,被认定为了是在史书中消失了600余年的蒙山大佛,最后想说值得庆幸的是,佛像修复工程早在2008年10月7日就已经完工,目前大家若有时间,是可以一睹这座千年古佛的完整风采, 建于蒙山开化寺佛格遗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015-2016年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静园区文物旅游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佛格遗址进行了发掘,通过两个年度的发掘,对佛格遗址有了较清楚的认识。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常义民介绍,此次发掘的重要收获为,大佛堪一山开凿,佛格一大佛堪建造,规模宏大,是中国北朝体量最大的摩押大佛和佛格,发现遗物有,前宁秉陈造格,建王修此功德代寿面瓦当的克明铜马,明确了李克用重建佛格的年代,五代复刻的唐朝重修大象格价钱碑,记载了晚唐重建佛格为三层,同时记载了修格所使用的各种材料名称, 和数量所用各种人工术,包括艺人,巧工,体工等,以及修格所花费的总资金,如此公开,透明的记载,对于研究唐代大型工程的组织和营造,以及经济史和社会史,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大佛双手施禅定印,结佳附作于树腰养妇帘座上,每个帘半高宽0.47米,如此大型,妇帘十分罕见,许多人甚至将蒙山大佛对比乐山大佛,怀疑佛高不准,这是一种概念与认知, 杨秀生说,乐山大佛宣传数据为通高71米,头高15米,由人便认同视觉所见与高度一致,杨秀生表示,乐山大佛为弥勒佛,视觉所见是以座高度,即59米,非宣传的通高,乐山大佛刁造于唐代,头大身小事,传统塑像,按照远小近大的视觉感受,平衡仰望时的视觉差异, 而蒙山大佛为释迦牟尼佛,标准座姿劫佛坐,视觉所见,即夫坐高度为38米,因为蒙山大佛开早比乐山大佛早162年,造型比例还停留于极多式时代, 身体各部分比例符合现代人体力7座5盘腿3的不同姿态比例